如果李小龙不死到2018年 正好是78岁 关于李小龙的死因 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版本的说法在流行著 有人说他是病死 有人说他是猝死 还有人觉得他是被别有用心之人谋杀 众说分批莫衷一事 而当年官方又是如何判定李小龙的死因呢 李小龙究竟因何而死 是什么原因导致李小龙 在一夜之间就离开人世 连想救的机会 都没有呢 是什么原因导致李小龙 在一夜之间就离开人世 这些疑问恐怕是40多年来 全世界龙迷和影迷最关心的问题 关于李小龙的死因 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版本的说法在流行著 有人说他是病死 有人说他是猝死 还有人觉得他是被别有用心之人谋杀 众说分批莫衷一事 而当年官方又是如何判定李小龙的死因呢 李小龙是如日中天的功夫明星 他的死不但牵涉面广 其死因也却有可疑之处 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 香港当局特地组建了死因 严讯法庭专门就李小龙之死一事进行调查取证 为了确保调查的严密性和公正性 严讯法庭一共传证了十位证人出庭作证 他们依次是李小龙的哥哥李中居 家和掌门人邹文怀 女星丁佩 第一个替李小龙诊治的私人医生朱博怀 高级救护员狂得生 伊丽莎白医院急证实医生增广照 伊丽莎白医院紧急救治单位医生证保治 法医警官业制衡 探员留束 军装警员百文例 李小龙说他与邹文怀有一个约会 约会的内容是一起讨论死亡的游戏的剧本 并告诉妻子可能不回家吃晚饭 李小龙没有向妻子撒谎 只不过引去了讨论剧本 失去丁佩寓所 这一细节丁佩让李小龙扶了一片 由自己的私人医生开出的指通药 下午2点 邹文回来到李小龙家中 二人对死亡的游戏的剧本大纲展开讨论 然后一起离开 在下午4点左右来到丁佩的寓所 这次见面的主要内容是 由丁佩在死亡的游戏中出演一个角色 还约定晚上一同前去海悦酒店的金田中餐厅 与澳大利亚著名演员佐治拉辛比见面 讨论他在片中出演哪个角色 三人在丁佩家中 讨论了两个多小时的死亡的游戏 傍晚7点前后 李小龙说他有点不舒服 头痛 丁佩就让李小龙 扶了一片由自己的私人医生开出的指通药 并带李小龙去他的卧室休息 李小龙让邹文怀先去海悦酒店建佐治 拉辛比自己休息一会儿后就会赶去 然后就在丁佩卧室的床上睡下 晚上8点 邹文怀离开丁佩家 前往海悦酒店去建佐治 拉辛比 邹文怀走后半小时 丁佩来到卧室 见李小龙睡得很沉 就没有叫醒他 并打电话告诉邹文怀说 李小龙睡得很熟 让他多等一会儿 9点 丁佩再一次去看李小龙 见他还没睡醒 于是又打了一次电话给邹文怀 邹文怀见李小龙没能复约 于是在9点45分左右 再次来到丁佩家 见李小龙还在熟睡 就试图把他叫醒 李小龙没有反应 邹文怀以为他睡得太沉 就推了李小龙几把 还在他脸上拍了几下 依旧无法把李小龙弄醒 邹文怀见状 开始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于是让丁佩打电话 给他的私人医生朱博怀 让他立刻赶来 10点 刚过朱博怀 就赶到丁佩家对李小龙进行了初步的检查 发现李小龙已经昏迷 根本无法叫醒 甚至连呼吸 心跳和脉搏都已停止 朱博怀描述说 当时的李小龙神态安详 完全没有痛苦挣扎过的痕迹 他至少用了10分钟试图 使李小龙恢复知觉 但都没有效果 李小龙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命的迹象 于是他立即建议把李小龙转送以丽莎白医院 或者说李小龙在10点前后已死亡 在证词中 李小龙哥哥李忠臣 说他不知道弟弟有吸食大麻的习惯 两人在一个月前见面时 李小龙精神状况正常 身体也没有任何不适迹象 这一点也得到了邹文怀的确认 邹文怀说 李小龙去世前两人几乎天天见面 李小龙在讨论拍摄细节和剧本 是情绪很高 也未曾说起有过家庭纠纷 李忠春和邹文怀的供词 排除了李小龙自杀的可能性 事件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丁佩 当时丁佩的情绪已经稍稍稳定下来 并详细回答了李小龙妻子 连达的律师罗德成 关于1973年7月20日 李小龙在丁佩 住处所发生的一切的提问 如果把他的话与邹文怀的话相对照 再综合理中居连达的证词及其他线索 我们就能大致推断出 李小龙在1973年7月20日 这一天的活动情况 下午1点连达外出购物 与李小龙道别 在谈到丁佩给李小龙服用的止痛药 也就是他开给丁佩的止痛药时 朱博怀指出 这种药的药性比阿斯匹灵药强烈 普通人服一片并无大碍 但是对有敏感反应的人来说 这种药片却可能产生不良作用 也就是说李小龙对这类药物过敏 码头永消防局派出的43号救护车 在当晚10点37分返到了丁佩的寓所 高级救护员彭德生 在做急救检验时 发现李小龙已经没有了呼吸和脉搏 于是给李小龙做了人工呼吸 和给养急救 仍未能救醒李小龙 在救护车赶往医院途中 彭德生继续对李小龙进行急救 均未能救醒李小龙 当晚11点 救护车赶到伊丽莎白医院 急证实当值医生曾广照 立即对李小龙实施再次抢救 李小龙仍然没有心跳和呼吸 而且瞳孔扩大 对强光没有任何反应 紧急救治单位的正保值医生也证实 当晚11点 他对李小龙实施检查时 李小龙已经没有了脉搏和呼吸 从理论上看 可以认定李小龙已经死亡 但是考虑到李小龙身份的特殊性 他仍用肾上线索替李小龙 做了一次心脏内注射 急救 注射后 李小龙依然没有反应 11点半 伊丽莎白医院的米高麦的医生 正式签署了李小龙的死亡 证明书 发医官叶志恒 也对李小龙尸体和丁佩育所的检查结果 做了说明 他在检查李小龙尸体时 发现李小龙的左脚趾上 有一处切开输血过的痕迹 左胸处也有做心脏内 注射急救时留下的真恐 但是身体的其他部分 并没有心留下的伤痕和暴力迹象 而丁佩育所也没有发现打斗迹象和有毒物品 所以他认定李小龙没有遭到谋杀 叶志恒还补充说 由于李小龙曾有过在拍片现场突然昏迷的经历 这可能就是李小龙猝死的前兆 根据这些供词死因延续法庭给出了李小龙死因不明的初步裁定 这显然不能让龙迷和媒体满意 于是调查继续进行 关键就在于李小龙的验尸报告 李小龙的尸体被解剖后 结肝肾肾小肠结肠血液及胃部残存物样本 立刻被送到香港当地的化验室 由法医部的林医生进行检验 其余样本则送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化验室进行分析 不过第一批验尸报告出来时 李小龙已经下葬 验尸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 在李小龙体内发现的微量大麻 发医部的林医生和负责抛验尸体的伊丽莎白医院病理学家李史特医生都表示 这点分量的大麻不可能是诱发李小龙猝死的主因 李史特医生还指出李小龙头部没有发现伤痕 既没有出现脑出血 其脑血管也无本色之处 身体的其他器官也都很正常 唯独脑部有中度肿胀 其脑中很可能发生在死亡前半分钟 而且来是很快 但脑肿并不一定能致使人死亡 李小龙的死因很有可能与止痛药过敏反应有关 这一说法得到了伦敦大学法医学教授迪雅的认同 迪雅教授表示 李小龙的死因是急性脑血腫 原因是对止痛药中的某些成分产生了过敏反应 但这只是推测 并非结论 方号频繁想读此类好文章 请加微信 GMJ938 关于李小龙的死因 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版本的说法在流行著 有人说他是病死 有人说他是猝死 还有人觉得他是被别有用心之人谋杀 众说分批莫衷一事 而当年官方又是如何判定 李小龙的死因呢 1973年9月24日上午 在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论证后 香港法庭的董子光法官对李小龙的死因做出了七种解释 1-谋杀 即恶意即不合法杀人 没有证据证明李小龙是被人谋杀的故排除 2-误杀 即不恶意的不合法杀人 死者显然没有受到这种伤害 故排除 3-合法杀人 死者乃借促死 与此相无关 故排除 4-自杀 从李中居邹文怀 连达等人的供词看 李小龙在死前并无精神和行为异常 缺少自杀动机和倾向 故也可排除 5-自然死亡 伊丽莎白医院验尸观李史特医生 在解剖和化验死者尸体时 并没有找到致死死者 自然死亡的病因 英国伦敦大学迪亚教授 也同意李史特医生的意见 所以自然死亡也难成立 6-意外死亡或死于非命 即服用止痛药导致过敏反应 此相可能性最大 7-死因不明 即所有证供都无法指出死者的死因 而陪审人也未能从上述六种可能性中 选择一种作为本案的判决 则裁定死者死因不明 法庭最后裁定李小龙的死因 乃是死于非命 此裁定已出 仲介怀然 全港上下纷纷表示质疑 认为官方的这一说法 根本就是不痛不痒 含空过关 站在客观的立场 看香港官方的这一裁定并非不合理 甚至可以说是把引发争议的可能降到最低 最说的过去的一种选择 但官方忽视了各界 对李小龙之死的关注度 或者说这一裁定根本就没能满足大众 对李小龙之死爆炸性消息的期待 当然站在官方的立场 当然不希望李小龙之死 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 千 接下来